本欄目由 Convita 特约赞助播出 当您和您的家庭建成kun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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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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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2018年3月1日 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 新闻33 我是李志乐 今天的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去年 新西兰全国酒店入住率达到70% 主要客源来自中国 Waterview的隧道超速罚断不断 奥克兰交通局以更新标准 今天的新闻中我们还将关注到 中新两国就深化旅游合作进行会见 4月起可接种新流感疫苗 有效应对四种季节性流感病毒 好 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根据最新报告显示 新西兰的旅游业在过去一年 全国入住率已经达到惊人的70% 截至2017年12月的一年里 新西兰全国的入住率有明显的提升 其中奥克兰地区的酒店入住率 达到了82.4% 然而 相较2016年却略有下滑 惠灵顿 基督城和皇后镇的酒店入住率 分别提升到了80.5% 75.2%和79.5% 短期住战也迎来了黄金期 去年短期住宅的入住率已提升至44.9% 同比上涨了1.3% 除了酒店以外 汽车旅馆和度假公园也备受游客青睐 其中汽车旅馆的入住率提升了1.9%至60.9% 度假公园的入住率虽然仅有20% 但也突破了行业历史记录 度假公园的入住率之所以较低 是因为它有季节性限制 另外 露营地点太多也拉低了入住率 与此同时 背包客住宿旅馆的入住率 微升了0.6%至44.7% 新西兰统计局表示 上述数据均打破了历史记录 而游客数量增多是背后的主要推手 2017年 新西兰共接待了97万亚洲游客 中国人占了将近一半 因此 酒店入住率的提升 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复兴旅游的中国游客 前段时间 奥克兰交通局提出 将Waterview隧道的限速从每小时80公里 提高到每小时100公里 昨天 奥克兰交通局正式宣布 将重新制定Waterview隧道的限速标准 司机们可以在3月底之前提交自己的反馈意见 据奥克兰交通局介绍 自Waterview隧道在2017年7月开通以来 他们一直在这条双向隧道里监督驾驶员的行为 并开出了很多超速罚单 经过一系列考察后 他们决定将16和20号高速公路的限速标准 从每小时80公里提升至每小时100公里 其中Dominion Road和Mero Street路段的限速标准 有望从每小时30至80公里 提高至每小时30至100公里 奥克兰交通局表示 会依据具体情况来制定可变限速 限速是为了杜绝交通隐患和减轻拥堵 在16和20号高速公路上 有很多车辆并不遵守限速标准 在入口和出口扎道处随意变道 这么做很可能会造成交通堵塞 引发交通事故 有效的管理可变限速 能够在交通繁忙的时候确保每个人能够享受到高效舒适的旅途 据悉 目前在16号高速公路上 Central Motorway Jackson路段的限速标准仍然维持在每小时80公里 等具体的调查结果出来后 交通局才会决定是否提高限速 奥克兰交通局表示 之所以将隧道里的限速设置在每小时80公里 是为了在隧道封闭的情况下便于风险管理 奥克兰交通局呼吁广大司机在其官网上提交反馈信息 而他们会在3月底公布具体内容 并依据反馈信息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修改部分路段的限速标准 另外 奥克兰交通局还表示将考虑更改路标和车道标志 政府数据显示 在2016-2017财政年度 共有50万9600名境外借款人偿还了住学贷款 比前一年增加了约3000名 共支付住学贷款2亿1480万纽币 略低于前一年偿还的2亿1610万纽币 依照规定 生活在新西兰的借款人 税务局会从收入中扣除还款 而生活在海外的借款人 则必须自愿偿还学生贷款 税务局提高了海外借款人的还款额 允许使用汇款公司 Orbit Bermit免费汇款 该公司2017年接受的付款 比2016年多800万纽币 21-24岁的海外借款人 偿还债务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新西兰税务局和澳大利亚税务局之间的合作 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借款人 提供了更便利的帮助 在截至日期之前的3月和9月 还款人通常会增加一倍 以避免处罚 贷款在15000至30000纽币之间的借款人 必须在每年的9月30日之前 支付1000纽币 在3月31日之前支付1000纽币 如果新西兰员对其他货币的兑换率下跌 这将鼓励人们更多的偿还债务 还没有支付贷款的人 他们的贷款额已经因为利息而变成一大笔债务 当出现学生贷款债务人在机场被捕的新闻报道时 海外学生贷款偿还数量将会随之激增 目前澳大利亚的法院已经对17名学生债务人进行了判决 在海外有学生贷款债务的新西兰人应该按时还款 否则他们可能无法返回家园 据西太平洋银行一项新的研究显示 参加KVSaver的女性 其收入存入KVSaver的比例比男性小 平均金额也比男性低 而且没有其他的养老储蓄投资 不同性别工资差距明显 该银行调查了1000多名KVSaver的成员 并收集了他们的意见 发现大部分的女性根本没有参与退休计划 在调查中 有近1%的女性在KVSaver的账户中的金额少于5000纽币 男性为19% 只有4%的女性账户内金额超过5万纽币 而男性为13% 这项研究显示了退休储蓄的流通效应 即男性有更多的退休收入 而且在KVSaver账户内的金额比女性高出很多 此外有52%的男性表示 他们还有其他的投资来源应对退休后的生活 而女性只有39% 如果2000年后出生的女性的平均寿命为92岁 而同年出生的男性为89.6岁 他们退休后的女性需要更多的钱 而不是更少 目前全国性别薪酬差异仍然保持在12% 过去10年来几乎没有减少 2月28日 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在京会见 新西兰商业创新与就业部副主席Paul Stokes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中心旅游合作 进行了深入交流 杜江表示 近年来随着中心关系的不断发展 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旅游作为两国人文交流和务实合作的重要内容 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心两国季节反差大 旅游资源互补性强 发展旅游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前景 2019年即将举办的中心旅游年 是两国关系的一件大事 对深化两国旅游领域合作起到积极作用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在继续宣传两国知名旅游城市的同时 加大对二三线城市的宣传力度 推动中心两国旅游合作再上新台阶 Postdocs介绍了新西兰旅游的基本情况 新西兰高度重视中国客源市场 即将举办的中心旅游年 是两国务实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希望借助旅游年举办契机 增加两国旅游的宣传力度 促进人员来往 提供高品质的旅游体验 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新观光旅游 新西兰去年流感疫苗对正在爆发的H3N2流感病株无效 今年卫生局已经升级了疫苗 希望能有效阻止病菌爆发 免疫专家呼吁新西兰人尽快接种新型流感疫苗 目前全球有四种季节性流感病毒 包括两种甲型流感病毒和两种乙型流感病毒 今年由公共基金购入的流感疫苗 可应对上述四种病株 虽然流感病毒可快速变异 但及时注射疫苗以及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医疗水平 依然是最佳预防方式 疫苗与病株匹配都越高 疫苗也就越有效 今年流感的流行情况将由居民的接种情况 以及卫生习惯决定 但是升级后的疫苗在老年人 婴儿和慢性病患者身上效果较差 这些人群在接种后也要小心预防 此外 如果在接种新疫苗前接触过相似的抗原 很可能无法增强免疫系统 2017年 新西兰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 接受了流感疫苗注射 其中包括约三分之一的孕妇 今年 从四月份起 新西兰人可以通过家庭医生和持牌的药店 接种新疫苗 新疫苗对孕妇 老年人和某些病人免费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方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TV33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TV33观众互动微信号 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取报 欢迎继续关注 Sund Kentigan女子学校 将于3月15号周四面向公众开放 位于Ramira的校区 接受0到8年级的女孩 由学生导游引导的旅程 将带你领略Sund Kentigan学校的风采 你也可以和校长和老师交流 他们将与你分享 对于先进教学课程的见解 以及你女儿将会获得的成果 在线注册地址 SundKentigan.com 每个药品都会有最高的 每个药品都会有最高的 比较高的比较高的 和其他重量的 比较高的 其他药品 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 保护的系统 和非常有力量的 选择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resin特价又开始了 高级油漆及木材涂料七五折 墙纸七五折 粉刷用具七五折 三重优惠就在resin GTG土方工厂明宅土方业的领行军 采用国际先进设备 速度快 效率高 提供明宅商业开地 场地清理 土方搬运 挖坑钻斗 石子挥田 旧房开除 并解决土的烦恼 奥克兰土方哪家墙 GTG土方来帮忙 欢迎致电 092162888 做房地产中介已经五年了 从默默无闻 到年续成为分行第一 全国前25名 我的秘诀只有一个 就是用心 秉承初心 我是温郭 您用房 我用心 永远 没 unless 闭上 温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